香港的珠宝设计在国际上一直有很高的评价 而一款以龙为主题的项链 成为了香港贸易发展局珠宝设计比赛的冠军 香港贸发局为进一步提升香港珠宝的设计水平 和鼓励本地设计师发挥创意 连续13届举行珠宝设计比赛 适逢龙年今届比赛以龙岳腾飞为主题 在近300分的参赛作品当中 这款以火龙五元命名的项链 成为学生组的冠军 项链的最大特色是吊坠可以分开独立佩戴 它本来是有一个吊嘴它是可以分得开的 那个分得开的位置就好像一个怀骨 就是在中国式复美一点 有龙在那个怀骨的位置在那儿腾油 就好像在那儿玩 那个怀骨的位置用了moonstone 那就有一种白色但又带着一些蓝光的感觉 就好像云一样 得奖设计者表示珠宝必须要以设计为主要卖点 而香港每年举办的国际级大型珠宝展览 令他们从中获益良多 他希望香港爆发局能够举办更多的珠宝设计比赛 让他们能够从中互相交流学习 今次得奖作品将于2月16号开幕的香港国际珠宝展当中公开展出 欧阳卫视罗燕云 汤景堂 香港报道